青秋,几千年前,来自五万年后的帝君,滚滚离开时,四海八荒都被荧光笼罩,青秋,更是漫天花雨速速而下,花雨中没留下一丝帝君来过的痕迹,可她却留在了我的梦里,今时,我白凤九五千岁了,我的梦里,总见到紫衣引发的俊美神奇,她温柔地笑着,一脸宠溺地看着我,小白,喊东华哥哥,在夫子的书里,我认出梦里叫我喊哥哥的东华, 她就是四海八荒人人敬仰的天地共主东华帝君,书里的她并不温柔,眼里的清冷之色就像我们青秋的洞穴,我甚为奇怪,听爷爷讲过她和帝君,哲言都是洪荒老神仙,可谓什么爷爷都老了,帝君他还像个少年郎,大一点也就是青年,此时,我躺在紫藤架子上,用手遮了日光,湿呆地看着高远的天空,我想尽快学会能飞上九重天的法术, 这样就可以飞到爷爷和哲言他们说的那个南天门,或许就能见到东华帝君了,我要问问,他为什么总跑进我的梦里,虽然,哲言老神仙说这是,白日梦,我正在想与东华帝君见地一面该怎么打招呼,花架子下面传来一声吉利的呵斥,白凤酒,你居然敢逃课,糟了, 我老爹白意,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爹说话,我机灵地画了原声,一只九尾红狐想跑,可我爹是上神,转眼就揪住了我的脖子,他笑了下鼻子,你居然敢偷酒喝,我是偷偷尝了一点,感觉不错,又把狐狸剩下的都喝了,看我怎么打你, 我趁着老爹画鞭子时,腿一蹬,用力一扭身子,我爹手里就只抓了几根漂亮的狐狸毛,这个时候就要使出吃奶的浸泡,我自小练了两个本领,一个咬人,一个跑路,不过,我今天喝酒了,腿软,一路猛跑撞上了柱子,揉头一看,笑了,是救星,我小叔,我画了人形躲在小叔身后,追过来的老爹,脸都气得黑红了,对小叔道,你不要总护着他,逃学, 偷酒喝,他可是地鸡,我有鞋飘,依仗小叔和哲言上神在,从小叔身后探出个小脑袋,书上说了,不能打孩子,这算家暴,你,白玉上神围着小叔追打我,红色的脸又气白了,老凤凰,你倒是拉我二哥一下,哲言他只笑着,看着,我呼出去了,你不要把我当男孩子养,我是女孩很娇贵的,长大了要嫁人,你觉得我不好,和娘亲再生一个弟弟,哲言老爹, 老神仙定是觉得有意思,平日里这小狐狸见了他爹跟老鼠见猫一样,今日这是吃了什么,还没等他想明白,我久近上来,身子一歪醉倒了,我醉倒了,白衣自然不能打我,但他不顾小叔的反对,把我抱回去锁进了房间,我醉得挺厉害,迷迷糊糊中又梦见了紫衣迎发的东华哥哥,他叫我咬他胳膊, 一双温暖的手扶上了我的脸,我开心地拉着他咬了下去,哎哟,是一个温柔的女生,我懵懂得睁开眼睛,昏黄的珠光中那是我漂亮的娘亲,娘亲,我蹭到娘亲怀里撒娇,娘不在家,爹又打我,我要离家出走,娘温柔地笑笑,揉捏我的鼻子,你要淘气还偷酒喝,你爹自然要训你,我蹭地爬起来,我还是出去躲躲, 娘按下我,天都黑了,你又不敢走夜路,去给你爹认个错就好了,我看向窗外,转着乌黑的大眼睛,同意了,因为我怕黑,饿了也跑不动,反正娘再会护着我的,那爹训完了我,娘要给我做糖糕吃,好,给我们小酒做,我追着娘亲的衣角出了房间,爹正在灯下批阅文书,我觉得就意就要大意凛然,到了爹跟前衣柜,跪得有些猛,膝盖瞬间疼得我倒吸了口凉气, 我忘了绑对付罚贵的膝盖垫,爹批月丸手中文书,沉声道,既然知道错了,说说哪里错了,又是老一套,从小到大训话都这样开头,不过,我一一样地对付我爹,一本正经地承认错误,眨着的大眼镜里阴晕着泪水,看着挺可怜,实际上我膝盖疼,爹语重心肠,训到娘亲喊吃饭,我吃着糖糕时,爹说,明天学堂里要来新的夫子,叫我要有地基的样子, 不许捉弄夫子,高顿是不甜了,可我,青秋小魔王怎么能放过新来的夫子呢,我很期待明天,夜里有雨声,我猜明日定是个大好的天气,抱着小哥不想着怎么给夫子一个下马威,挖坑,头顶洒水,吃蟹药这些都做过了,我觉得整股夫子也得月薪日益,不能原地踏步,雨声时我想到了网生海,今日娘亲刚买了沐浴养在盆里,我自小就喜欢跟娘亲学做饭, 听说我那古板的老爹就是吃了娘亲的饭再也不想离开他的,我未雨绸缪,将来是要套住东华哥哥的,想好了计划,我安心地睡到了卯时,娘亲进厨房前我已经把送夫子的贺礼准备好了,金黄的饭团里裹了软滑的纯菜,当然纯菜是用墨鱼汁浸泡的,加了秋叶子闻起来香得很,我走时,白玉上神看着我,语重心长, 这个夫子在一起跑了,我就把你送到东华帝君的宫里去,在我们青秋,东华帝君之威猛就像是九头六臂那样的神,专门吓唬小孩子的,自然爹是吓不住我的,我早知道东华长啥样,爹曾经在东华哥哥麾下打过仗,想来对付自己的闺女也是没啥招了,所以他这句话,特别激励 我把夫子都整骨走,几十个同学都在课堂里打闹,我敲敲灰狼弟弟边上的窗子,这种给夫子送贺礼的事,一般我都交给被咬怕的灰狼 今天新夫子来学堂,他早料到我会整骨夫子,皱着小脸问,怎么做,你说,他看着我拿出用叶子包好的饭团 离得远远的,他爹教导过他,漂亮的女人是老虎,他衍生出我给他的那些漂亮东西都有毒 一阵风铃响过,畅微微的老族长领来了新的夫子,老族长走在前面,进门前先用脚探了一下地 又用手试了下头顶的门框,向我瞟了几眼,才叫夫子进了门,夫子一袭轻衣,长得不猥琐,跟同学们打了招呼开始授课 第一课惯例自然是讲东华帝君,只要能把东华哥哥讲好的,我一般会落手留情 这个夫子讲得不错,没说东华帝君老人家,我想落手留情再观察 可灰狼弟弟怕送晚了会挨咬,一打克林,很积极主动地送上了鹤里 金黄的小饭团一个个进了夫子的口,夫子在授课时,或许觉得我们笑得开心 也露出黑黑的牙齿跟着笑,自然,游历回来看我的爷爷奶奶,也被黑黑笑着的夫子请了安 爷爷道,这夫子是哪里水长大的,奶奶脚下地拍拍我的头 九姑娘你说呢,课本上有讲过一条黑水盒,我一本正经地回道 黑水,出了学堂我看见远处有鲜翁在树下喝茶 跟在身边的人是被我捉弄过几次的私命心军 我跑了过去,小殿下可好,私命公邀谨慎地看着我 小殿下多日不见,又长高了些,你来干嘛 奶奶在身后道,小九,这是南极长生大地 你见过李没有,我恭敬地见过私命的师父 拉着他到一边去聊天,听私命说 他师父是来求取一些东西的 又道,后日,九重天上是千年大朝会 天军邀约了各族君王,可邀约了胡帝多次 胡帝都没参加过,我紧攥了拳头 那我爷爷这次答应了吗? 听我师父说,这次天军终于请动了胡帝 我一激动差点从树叉上掉下去 小狄鸡还在惦记地经他老人家呢? 你再说老人家,我给你吃墨鱼饭 他嘿嘿一笑,下次不说了 私命是唯一知道我一心要嫁给东华哥哥的人 可他也是最爱八卦的 说不定早就把我的事当八卦卖钱了 私命走后,我一心琢磨着怎样才叫爷爷奶奶带上我 我绝不能放过见东华哥哥的机会 我把主意打在了来蹭饭吃的哲言老神仙身上 当然我还要去做新衣服,要穿得像个小弟后的样子 叫东华哥哥一见不忘 我又开始期待明天 哲言老神仙在我承诺给他做饭 传递小叔的情报后答应帮我说话 我大概知道爷奶奶为什么不愿意上天宫去 我姑姑白钱九万岁和天君的儿子桑极定了亲 那小子却喜欢一个小蛇妖 为了他,还把天宫二十七天的索妖塔给捣毁了 除去他对不起我姑姑 我还挺欣赏他这种祸害人的本事 天君坏得很 为了拉拢青秋 用刚出生的储君叶化天孙跟姑姑联姻 爷爷在哲言的撮合下同意了 所以我姑姑现在正值青春貌美 他的夫君且才两万多岁 爷爷奶奶看着如花的闺女带字归忠 自然不爽 这次听说我那小姑父飞升上仙了 去看看 我看着狐狸洞里气氛很好 露着奶奶撒娇 我要跟着爷奶奶去天宫走走 我是地鸡 得见见世面啊 爷爷还没说话 我爹扳着脸 你那么淘气 哪里有地鸡的样子 我看看哲言老神仙 他咳嗽了下 不能这么说 淘气的孩子长大了都是大人物 青秋的地鸡也该出去走走 跟着我们你怕啥 哲言为了小叔还挺拼 他说话管用 爷爷答应了 我跳进娘亲怀里要新衣服 我长得很美 娘亲说我皮肤白皙穿红色最美 可我要见东华哥哥 我得打消别人觊觎他的心思 要穿书上说的情侣色 紫色 说到情侣这个词 哪天私命笑话我 说我这叫早恋 我才不在意呢 姑姑就吃了晚恋的亏 这一日我特别乖 尽量躲着白衣上神 晚上我试穿衣服时 想到一个重要问题 大人物的身边得有个跟班小弟 我得把灰狼弟弟带上 此时 我乖乖地坐在奶奶身边 看似听着大人谈话 其实我在反复练习见了 东华哥哥该怎么说话 我要是在功课上也这么努力 估计白衣就想要二胎了 期间有许多神仙过来 跟爷爷奶奶打招呼 夸我漂亮 我想东华哥哥一定会拉了我的手 说小白真漂亮 正想美事 一个看着挺威严的人 带这个玄色衣衫的大孩子来见爷爷 原来是小姑父 我替姑姑仔细地看了几眼 长得不错 就是有些肃穆 冷庆 天津和爷爷说话时 喧闹的大殿突然压却无声 电门处有紫色的身影 是东华哥哥来了 我平时挺横 看见东华哥哥 却被他的气势压怂了几眼时间 然后 从奶奶身边跑了过去 东华哥哥 到了他身边 我才发现 白眼恋了 没对视的机会 我太矮 得仰视他 我向上跳了跳 东华哥哥 他低头看着我 眸色又深 像往深海一样平静 你不抱我吗 你是谁 声音无波澜 完全没有见到我的惊喜 我是小白呀 你未来的地后 小白 东华 爷爷 折眼走了过来 我孙女 白凤九 九姑娘你得叫爷爷 不 他是东华哥哥 我长大了 他要娶我做地后的 周边的人除了我和东华哥哥都笑了起来 他们简单地说了几句话 他向高高的座位走去 我毫不犹豫地跟了过去 爷爷喊我 我装没听见 众人入座后 天君讲话 大概就是别乱打架 天族还是老大之类的 东华哥哥懒散地半靠在座踏上 玩着手里九盏 偶尔看下午 梦里东华哥哥说过 脸皮啥的都是浮云 我从他前面的桌上挑了两个红的果子 递给他 东华哥哥吃果子 他看着我 那眼神就跟看个什么稀奇物件一样 和梦里笑着叫我喊东华哥哥的人不一样 他冷 我咬了一口果子 坐在他腿边 东华哥哥 你是不是忘了我 你经常到我梦里啊 不是说叫我快点长大 好做你的地后吗 你真是白纸的孙女 是我啊 青秋小地鸡 他又不说话了 许久又到 白纸上学的时候 智商还是高的 当时我以为他在夸爷爷 多日后我才明白 东华哥哥大概觉得我有病 觉得我精神有问题的 还有走过来这个摇扇子的青年 他看着我笑道 毕君 小地后这衣服倒是和你挺相配的 不知小地后今年多少岁了 你谁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没听说过不能随便问女孩子年龄吗 呵 他眼睛一亮 脾气挺大 青秋女子果然厉害 将来 叶华那小子要小心了 我瞪着他 你谁啊 连宋 我熟悉这个名字 看着他 你就是花子 花 花子是什么 就是几个字花画公子的简称啊 我看见东华哥哥的嘴角 终于有了一丝笑意